为企业发展引进新能源 粉末冶金界的龙头 台湾宝莱德公司 从美国引进新添购 定制型氢能燃料发电系统 供应全厂电力 渴望稳定使用20年 启动仪式 美国在台协会 相关企业还有县府 都到场供逢社会 粉末冶金龙头 台湾宝莱德公司 是用电大户 确保厂房顺利运作 今年9月 会向美商柏龙公司 采购引进定制型氢能燃料发电系统 自己用电自己发 第一个它占地面积不小 设置的时间也很短 不必要说花半年以上的 我们这个设备从货柜进来 10分钟就放上去 一个月就全部安装好了 我这个发电在9月6号就开始了 所以到现在已经发电一个多月了 那我这个发电是要20年 所以我从9月6号到开始20年都不会停下来 燃料电池以天然气为原料来发电 是企业除了再生能源之外的新选项 尤其这一组发电系统的心脏 连接心板和齿轮螺丝等等 都是宝莱德制造 组装硬体台湾制造 搭配美商的技术 全为台美合作典范 美国在台协会官员道场恭贺 保莱德集团会长举持针绩到场 邀请相关企业代表与会 共同见证减彩企业发电的关键时刻 现在这个店的发电的成本 连设备连折旧维护连瓦斯钱 算进去大概一度电 大概四块钱台币 比现在台电的四块两毛九还便宜 所以台电再继续涨价 我的电永远20年就是这个价钱 而且这个是一个分散型的发电 你可以在一个社区或一个公司 自己设这个发电 你就不要去担心电力公司的电 或是台风种种问题 确保稳定电源促进企业生产 保莱德轻能源发电启动 也是苗栗县第一家 是我们保莱德公司自己推出 然后它这个部分是 具有环保高效低成本 然后它扩充性强 然后这个部分它是主要发电力 是供它自己使用 这样的话也解决我们台湾电力的问题 跟净零减碳的问题 值得我们推广 保莱德轻能源启动 周边科技厂商也来观摩 了解自主发电效能 避免缺电危机 我们下车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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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车的转型